最近朱婷因为没有回归中国女排,一直遭到不少球迷质疑。 此前,姚迪曾在社媒晒出朱婷和她在香港庆生的照片,一度遭到很多球迷的质疑。 不少球迷完全不能理解朱婷的行为,有时间在外面游玩,居然没有时间持人国家队,他们纷纷批评朱婷,引发巨大争议。 然而就在最近,朱婷的香港好友却在社媒发表文章,详细解释了朱婷去香港的缘由,还意外透露了朱婷这次香港型担任的新职务。 缓过神的球迷才发现,这是完全被别人带了节奏,很多人都误会朱婷了。 朱婷的香港朋友发文表示,朱婷这次到香港主要是检查身体,康复情况,希望争取尽快回归国家队回归赛场,顺便受邀到自己家里住下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篇文章中,这位香港朋友还重点提到,朱婷这一次来到他们家还赋任了一个新职务,那就是担任他女儿的排球私人教练。 他说女儿是因为朱婷喜欢上排球的,这一次朱婷受邀到他们家入住女儿,显得非常兴奋开心。 为了回报香港朋友对自己的照顾,朱婷特别给对方的女儿上了一堂排球私教课,以私人教练的身份把自己的本领传授给小女孩。 朱婷的香港朋友最后感叹,这堂课实在是太值钱了。 从这一系列安排看得出来,一方面朱婷去香港并不是纯粹为了玩,人家是去办正事的。 另外一方面,朱婷这次做了新的尝试,从求人的身份转变成私人教练,无疑是个非常新鲜的尝试。 而且从她朋友透露的消息来看,这一堂私教课很明显上得非常成功。 可以预见的是,将来朱婷到了40岁左右,如果选择退役的话,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。 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中国女排教练组,那就太好不过了,她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,可以为中国女排培养更多的人才。 相信郎婷看到,也会非常欣慰。 总而言之,这次很多球迷看到朱婷尝试新的角色之后,相信大家都会为她感到开心。 除此之外,既然朋友已经透露朱婷正在进行康复治疗,意味着她回归中国女排的日程已经越来越近,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 最后作为中国女排的球迷,希望朱婷尽快康复,回归中国女排。 期待朱婷尽员奥运资格赛拿到奥运会的门票,后续配合教练组取得佳绩,一起重回奥运巅峰站上领奖台。